7月21日晚,家住广西方城港东新市的宁先生一家四口,做了一盆厚汤,没想到,一家四口因此中毒,宁先生五岁的小儿子不幸死亡。 而宁先生的爱人,目前还处在中毒昏迷当中,宁先生回忆,当时是买了一只当地人俗称的土后, 呼,同后回家煲汤,晚餐结束大概一个半小时后,他和爱人都出现了手脚发麻,全身无力的状况。 8岁的大儿子和5岁的小儿子更是先后出现了呕吐,昏迷的严重身体反应。 宁先生和大儿子已经脱离生命危险,但是小儿子因为食用的后糖比较多,最终抢救无效,不幸离世。 而宁先生的爱人,目前还处在中毒昏迷当中,中华后是国家保护动物,已经禁止买卖食用。 但是本地后在青州,防城港一带海域还有捕获,不过因为它内部几个小器官,有些毒性,食用的话存在中毒中显,一般不运到南宁售卖。 南宁海鲜市场摊主声称,你会弄就没有毒,不会弄就会有毒,处理不干净才会中毒。 原委后有剧毒千万别食用。 说到后,很多人可能不知道,现在大家可谱一下。 后,因HU,属于脂口当界为目的,海生节之动物,后行四蟹,身体成青褐色或暗褐色。 后从四亿多年前问世至今,仍保留其原始而古老的相貌。 所以后又活化式之称,后又称马蹄蟹,但不是蟹。 而鱼鲜、蜘蛛,以及已绝灭的三叶虫有亲缘关系,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。 据了解,后肉蛋白质含量高,在国内主要分布于广东、广西、福建沿海海域,产于中国海域的后分两种。 一是中华后,在记载当中没有明确的毒性,其二是原类后,含有剧毒,不可适用。 但近些年来,全国各地人们饮食用后,而中毒的新闻屡见不鲜。 医生分析,明先生爱人可能购买的正是原委后。 原委后体内血液和脏气,都存在很强的神经性毒素,即使高温烹炙,也不能有效降低毒性。 而且这种神经性毒素,目前还没有特效要或血清能够化解。 广西中医医药大学第一部数集诊课说,原委后剧文献记载,还是有一些毒性的,比如神经毒素是最常见的。 有些人如果误食了这种原委后的话,严重的话会出现头与胸闷,最后引起呼吸循环系统的衰竭,甚至影响生命。 如何分辨原委后与中环后,原委后和中环后外形相似,不过,如果仔细观察,还是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别。 一般来说,原委后比中环后要小,分量也较轻,小爪和侧面都略有不同,有专家做出了详细的描述。 一,中环后无毒,体型,体长达60厘米以上,体重,平均体重,约6斤,雄性偏小,平均体重3斤左右,尾巴,尾剑呈三棱锥形,上棱角及下侧量棱角靠近身体一段,均右矩尺状小刺,尾剑与背甲长度大致相等。 从侧面看,尾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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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要点,脚爪,雄性的第一,二对部组末结成像内挖的钳子状,尾巴,尾剑成圆柱形,光滑,上面五小刺,尾剑明显长于背甲,柱,如五十元尾后,发生口唇麻木等类似神经系统中毒症状的,应当立即到就诊。 后肉中不仅含有大量内环纤氨氨氨氨类化学物质,抑制痛风,而且还含有神经毒素,中毒后表现为头晕,胸闷,口中麻木,四肢无力,甚至呼吸机麻痹而危及生命。 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,餐饮单位要严格把好进货区的和采购业收两道瓜,禁止采购和加工含有河吞毒素的原尾后,杜绝原尾后流入餐饮环节。 广大消费者切勿购买或使用原尾后,帮空发生中毒事件,给身边的人看看,一次扩散。 十次警惕,来源广州日报,综合都市县南宁台广西新闻频道等,慕尼老运,远离邪教,健康生活,长安而为马关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